人情女團愛自己的小娟 近日受要錄製JTBC音樂演員脫口秀 節目中她和Winner成員江生潤 一同開車到超市購買食材 在車上小娟向江生潤土露心聲 表示自己曾經認為 如果一個組合中有成員離開 那個組合將會以失敗收場 而如今Winner成為了她唯一的信仰 一番話讓粉絲們感到心疼 甚至上兩人的縮屬組合 都有成員在中途退出 Winner的男太炫 因心理問題暫停演藝活動 Ider則是碎砖離開組合 看見Winner在成員突然離開的情況下 仍然成功的艱難前行 小娟才相信即使團員離開 團體活動仍然可以繼續 相似的經歷讓兩人更能產生共鳴 江生潤也表示 因為她經歷過同樣的事情 所以會支持小娟 這段對話公開後 網友們認為兩人是真正的藝術家 也會在挫折中 艱難前行的組合加油打氣 grad校权散 ministers 不知道